又是我們啦 今次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很多人看了IG的照片之後 就叫我做出條片教大家做什麼 又是做那隻400次咖啡 不過今次我們除了用奶之外 我們也會試一下用朱古力奶來做 看看味道會不會好味一點 今次我們三個一起做就用三個方法去做 那我就用這些傳統的發彈器啦 那我就用這個半自動的發彈器 那大家看看這個怎樣做 而我就用筷子看看可以不可以 好不要浪費時間了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做了 那首先每人派一大斤咖啡粉 然後下同等份量的糖 最後就下同等份量的熱水啦 好現在我們就開始啦 那我就用這個半自動發彈去試一下 好現在我們用筷子試一下就這樣做到 全統的打壓器 這個應該就很快搞定了 那其實自己一路發著呢 不夠水就可以加多兩滴的 那一次就不要加太多水先 那其實這個很快已經轉變顏色了 我這個 其實已經差不多可以了 我這個已經 就是不用四百下的 四十下已經搞定了 我這個 那我就比較久一點 不過我都可以 我想二百下我都可以了 二百下 不過傳統發彈器就快點了 再多四十下就搞定了 對 發彈器其實已經搞定了 你看看 多漂亮 這個還在這裏 仍需努力中 嘩 那個發彈那個 發到現在還是好像醬油一樣 是啊 發到我手都軟了 還是好像醬油一樣 可以喔 等我用這個半自動 先 真的很好玩喔 這個 好滑 做出來的 可以剁一下就可以在搞定了 你們變色了 我都沒變色 還是醬油一樣 好滑 你看 這個是這樣 咦 其實是不是太少水呢 我 攪來攪去都是這樣 算了 你還是終於失敗了 直接當你失敗吧 我給你一個打蛋器 好啊 剛剛就攪完了 那現在呢 就首先下冰 然後現在我下牛奶了 大概八成左右 那我就有點不同 我就會用豬奶的 都是大概下八成左右 好啊 好了現在搞定了 我們最後的動作就是倒進去面子裡 我這個手打氣 這個呢 這個呢 就做得更好 好,最后更漂亮就做一些朱古力粉 首先我们会混合它 会比较好喝,因为不会太少 先搅拌一下,好喝点 好像很漂亮 我们现在就试喝了 很棒,成功,非常好 好喝啊 你们快点,马上试吧 在我们下方留言,看看你们成不成功 做一些照片给我们看 好,今次就做了这么多 好,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拜拜